惊吓是追了一夜 雨都停了 惊师也消禁了 抓到是抓了不少人 问题是都没抓到点上 全都是些无关要求嘴硬到死的小喽啰 他二人受伤了 肯定是跑不远 惊吓皱着眉 他确定追踪没错 可还是抓不到如意台主上根神十四 方才还打了照面 路易与主上过了几招 主上即便受伤了 依旧跟路易平分秋色 简单说 他们仗着人多 都没打赢那伸手诡诀的主上 惊吓遇到过的人里 除了勾恩那便一人 没人如意台的主上更厉害 惊吓脑中似有图纸 将所处之地平铺开来 东延伸向长致防 南边是屈膝肚口 西南是极势 他忽而抬头 大人 鬼是在附近 没有比鬼是更好的藏身之所了 那是江湖地界 三不管 管家误入 去鬼市 路易不理会鬼市的规矩 又不是第一次跟鬼市冲突 冲突着冲突着 鬼市就习惯了 半夜三宫 鬼市开张 锦衣为乔庄而入 惊吓找仙人打听消息 他还未开口 仙人就给了他一封信 若款是审十四 惊吓看向四周 他已经乔装 信还能准确无误送到他手中 那就意味着 自从他进入鬼市就被盯上了 鬼市里绝对有沈十四的帮手 惊吓打开封信 是一个地址 沈十四有雪和花 他的条件是放弃追踪 若是他不得平安 那他的人就会将花毁了 如意将信烧了 且不说真假 沈十四用一朵花来威胁他 这实在是太小瞧他了 便总惊吓继续追踪 还也没将那二人抓到 各种事情便分塌之来 鬼市发现了他们的身份 有人煽风点火 差点起了冲突 幸好 上次鬼昼案有过冲突 鉴于上次配合愉快 鬼市的几位长老还因情帮忙找人了 这就比较欢乐了 大人 鬼市有他们的人 这地方鱼龙混杂 若他们真藏起来 那就真的不好找了 不仅如此 进入鬼市后 他们的踪迹被切断了 能切断我的追踪 顾不一阵的手法 不 不 想到了楚狂 哎 没事 入一抚了抚金下的脸 他明白 这一局已经追捕回来了 我们回去吧 剩下的让小的们忙活 好 金下搭了这脸 最佳追捕时间已经过了 反追踪就比追踪简单多了 他忽然抬头 苦中取乐 大人 我们未追到沈十四 那就说明他们是平安的 是不是代表雪和花是咱们的了 路易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这大概是老天给他们的安慰讲吧 大人 我亲自去给你取那花来 金下欢喜得很 回来 让金下去他能放心 那雪和花是真是假 还未可知 但沈十四对他的心思 让人不得不妨 我让千面去一趟 路易不容商量 东方即白 两人一起走出鬼市 那最暗的黎明里透出第一缕光 轻柔地落在两人身上 锦衣为挂颜清冷 覆手而行 身旁的姑娘活泼机灵 叽叽喳喳 那雪和花是真的吗 大概是真的 大人怎么知道 我就知道 某人在这种事上真的心大的可以 在沈十四的眼中 受了寒气的人 不是他路易 而是他原金下 那一朵雪和花不是给他的 是给金下的 路易回了神府 金下就张默开了 又是江茶又是沐浴的 他替他更衣后 就扑入他的怀中 大人辛苦了 整夜未睡还淋了雨 气身看着可是十分心疼 不过是寻常 那锦衣为一路历练上来 就连哪处会飞出暗器都是惊艳之谈 更何况只是熬个夜淋个雨 金下在路易怀里蹭了蹭 大人真是让人心疼 路易轻抚着他的脸 只有他才会为他这般感慨 那夫人记着 好好心疼我 他低头亲了亲 折腾了一晚 你好生歇着 金下看路易从架上取下飞鱼服 大人 你要去诏狱 神府捉了一群 我总要去了解了解 我与大人一起去 你一夜未眠 大人 说得好像你不是一样 若是 大人要我些 那你就陪我些 路易俯额 夫人耍性子 终究 罢了罢了 赵玉有存福看着 陪你讨会 路易本意是 夫人睡得快 睡得死 他哄他睡了便走 但这不顶用 如夫人睡着了也有思维 比如与他睡时会安分 自己睡时能打功夫 眼向他搂着他 分明睡着了 只要他轻微动作 他就皱眉欲醒 路易不好乱动 干脆闭目养神 他如今身居勾位 倒也不必事事轻微 指挥时 只负责指挥指挥 无尽的诏狱中 曾福因着寒生的缘故 即日不沾手神府事 突然间全都给他 他不难 他可以 曾阿福真的没有很难 身为同知 他知道该怎么问寻 神府该扣个什么罪名好呢 外界都说他们擅长编造罪名 曾福以为 这是还挺真的 神府之事 网大了说 那可以是勾结如一胎 反我大名 若是网中了说 那是伤害二品告命 意图重伤朝廷命官 网小了说 人家家族内斗 跟他们仅依偎毫无关系 曾福提神 沈千府 从最简单的开始逐个攻破 沈千府就是一个痴情种 他十分配合 问什么打什么 他不知如一胎和神府的牵连 他的势力范围在江这地带 他只是个努力赚银子的人 妄图有天能超过自己的哥哥 带走嫂嫂 他一见面就爱上了林小院 答应了走伤回来就提亲 谁知他一回来 小院就变成了嫂嫂 沈万周也喜欢林小院 他趁着弟弟外出去提亲 林家想攀上这门亲 就对小院说了谎 小院欢天喜 以为自己要嫁心上人 谁知掀起红盖头却是一场噩梦 因缘已成 无力抗争 他和小院本是相望于江湖 奈何哥哥太花心了 妾是一房一房地去 而他妻子是去便不再续嫌 终是情深远浅 却强行续缘 他与小院背着哥哥在一起了 后来小院还怀了孩子 他就以过激的名义要来了 为了避免被家族发现 他与小院恪守距离 你面上老死不相往来 背地里却是你能我能 二人平素天各一方 沈千府四处走伤 流于江这一带 一年到头也就回京师时来次 好不容易传来了兄长病危的消息 他立刻从江这赶来 想当家主陪在小院身边 小院围住他 偷了哥哥的提 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谁知他可能不是在与凡人争夺 第二局就被打成了第五名 他不愿意夜长梦多 想要直接拿下沈家印 可他还未来得及行动 小院就疯了 他在小院紧紧地攥着一方秀勇 天啊 的斯帕 他以为是原补快弄疯了小院 小院是他的底线 他想要报复原补快 沈不弃那疯子干了些破事 不小心被他撞见了 他就顺势而为 在外围制造喧闹 放起了焰火 就怕不同天传出求救的声音 抓紧使他更是煽风点火 八部的人惊吓付出血的代价 沈浮明白 这一切都是误会 沈千浮因为浓烟 忘掉了灵堂的记忆 陆浮人有时候比较狗 但他是好人 是他的主子 他见不得旁人诋毁他半分 沈浮重点浓烟 恢复沈千浮那晚的记忆 沈千浮想起了 他与小院相约灵堂 没想到哥哥乍失下封小院 是我误会员不快了 沈千浮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他推波助澜 差点还有情人分离 残浮坐在长椅 双腿分开 身体前驱 手肘撑在膝上 是一副锐意进取的姿态 那苏日安紧跟在指挥室身后的家养铺 如今已成了自己的风格 不管你是有意无意 差点伤了陆夫人这事 还是让我家大人跟你算吧 断了断 声音利器 继续交代 沈千浮叹了一口气 听闻陆指挥时很吓人 他怕是不得善终 我看小院疯了 家族之争无望 只想带着小院离开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所以 我找上了新院家主 沈十一 沈千浮摇摇头 我找的是沈十四 我效忠于他 他把我与小院平安离开 从此不会被沈府骚扰 残浮已然明了 沈十四自此得了两家权 算是看看控制了沈府 那沈十一为何说 你想与他合作 十一跟你们锦衣卫有联系 沈千浮有点震惊 却没那么震惊 你们锦衣卫倒是好手段 一边与十四公子交好 一边又与十一小姐交好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锦衣卫行事 轮到你过问 沈府梅宇是霸气 罢了 我不问 我只想活着 沈千浮摇摇头 得罪了锦衣卫 都还不知有没有机会回去见小院 我与十四自自结成联盟 可他让我投到十一侄女的名下 你应该能明白 我十一侄女只是姑娘 若是他得适 取得家主之位 那是将多少男人踩在脚下 沈府其他男人又怎会愿意 我支持十一侄女 沈府其他的有权者 一旦不满被女子掌控 自然而然就会向沈十四考 他的这一步骑下得很漂亮吧 沈千浮看曾福不回答 又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我本以为 所有的一切都会结束 沈府之真花落沈十四 到时我带小院离开京师 回到江浙 我会想办法治好他 可是 此刻又来了 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是来干嘛 都已经刺杀我们沈家三回了 到底什么仇什么怨 后来 我哥哥突然带人出现 我一看他还活着就立刻离开 我想带这小院走 可你们锦衣卫已经把沈府围住 我们一出门就被你们抓了 沈府听他陈述完 家族看百年 拉长一百年看 你们沈家在江浙一带混得不怎么样 十二十多年前才一军突起 突然间就成功打通了许多商脉 其中有何因由 沈府本分今生多年 我比较安逸懈怠 我哥哥更为锐意进去 大概是你说的二十二年前 他突然认识了很多人 将我们沈府的生意迅速做大 那时我还能看账本 我很快就发现账面对不上 但哥哥不让我管 说这是他的事 那从此之后我也没看他的账本了 我们是家族产业 财政大权是哥哥把持 钱怎么花 哪里有漏洞 我这做小弟的不应过问 该给我的那一份他都会给我 我哥哥娶了很多妻子 也生了很多孩子 这些孩子向来都是优胜劣汰 其他只当米虫一般养着 他对沈家产业抓得很紧 长老会都是他的亲信 会不定时地去各地巡查 也会监视我们这些霸主的行伤 我们沈府能够崛起 一方使哥哥锐意进去 有经商手段和脑子 另一方 我隐约觉得有股神秘力量在相助 也许就是你们说的如意 沈府瞥了眼记录 口供若成 千字画鸭 沈千府很配合 沈府问得惊松 下一个 沈十一 沈十一备待进来 看到沈府愣了愣 没想到是他 沈府千金 走南闯北 入了牢狱 也不骆驼 他静自坐下 锐意未凭什么扎我 你们扎我 不可能没有压力 沈府没什么表情 什么时候 锐意未扎人要理由了 抓沈十一 这时确实扛了压力 那首富之女 宛若菩萨将士 在民间进食善民 若不是锐意未的民生太凶狠 万民情愿书都要递到陛下的暗头 十一小姐可知道如意台 如意台 她知道 沈府会被你们这群疯狗盯上 难道就是因为如意台吗 沈府眼眸一闪 你知道 是 我知道 十四哥给我的书信里提到过如意台 凡人只要付得起代价 就能实现人间愿望 只要你心中执念够大 如意台就会找上你 我十四哥就遇上了如意台 沈同志不会是想告诉我 那传闻中的如意台 昨天真的出现在我沈府中 沈府此时确信 所谓如意台 并不是空穴来风 大人的猜想很有道理 你的父亲 与如意台有勾结 沈氏一直当锦衣卫是来沈家有好处的 他们生意人做交易很合理 与如意台勾结又如何 我们沈府行商 用什么手段 你们锦衣卫来干涉什么 如意台赋你 沈府语调平静 眼神肃目 沈氏一默然弄住了 怪不得 锦衣卫会盯上他们沈府 这 这是太大了 大到可以抽家灭族了 沈府参与了多少 若是我都知道了 那我还询问你们作甚 沈氏一握紧拳头 他不傻 看得出来 沈府将他 他并不喜欢这个家 可他还是会觉得难过 他没法像十四哥那么狠 是真正地恨上了父亲 不计一切手段要父亲死 你真不知如意台跟沈府的勾连 冰冷的闻讯在耳侧 不知 你与沈十四兄妹感情甚毒 为何他成为代理家主 你却没有支持他 沈氏一沉默了半少 不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十四哥 他一会儿来就给我介绍姻缘 他明知道家主之争在即 我没有心情去理会儿女情长 他有时给我的感觉是 有时给我的感觉不是 许是十四哥一走四年 我与他都长成了不同的模样 此事我与不弃说过 所以 沈氏一情绪激动起来 他才敢那样对十四哥 妄图陷害十四哥语入夫人 他居然还敢下药 不是他 要是沈十四下的 他不是十四哥 十四个不惜女色啊